其实呢 今天我来到挑战现场 我有三个心愿 第一呢 我从小呢 希望长大以后做一个科学侦探 实现了 那么第二点呢 就是在各位评委老师和观众朋友们的 见证下 向老师教一份满意的答卷 那么刚才实现了 那么我第三个心愿呢 实际上是个老师的观 祝李博系生日快乐 太感动了 太感动了 怎么都来了 推着蛋糕上来的这几位 全都是李博师的学生 太感动了 这三年当中我们在这个舞台上 见证了太多太多的 把不可能变为可能 但是 而对这句话践行 一生都在践行 践行的时间最久的 在这个场上 就是我们敬爱的李博士 李昌宇先生 当时到美国求学 身上只有五十块美金 到一个国家英文都不会讲 等到我做 Kinnatica公安厅长的时候 那是我打破美国的 格拉西林历史以来 第一个华人变成 州级的警察首长 我记得拿第一个博士学位 我要工作三个job 上个礼拜又拿了一个 荣誉博士学位 已经有三十一个了 谢谢 哇 时光好快啊 好快啊 三年 那天开始的时候 你记得吗 我们那时候都不认识 对 其实过往这三年 太多太多的感受在心底 李博士不仅是我们当中 最年长的 而且他是往返路途最遥远的 他每次要从美国飞回来 要连续工作 带着时差 对 好多天 可是 我几乎从来没有听到他说 他累了 或者说他有任何的埋怨 他总是把他应该做的那份工作 做到最好 在几个月前 与他相濡以沫 半个多世纪的太太 离开这个世界 我们当时听到这个消息 都觉得特别痛心 我也曾经担心 可能这一季 他不可能再 再来到我们身边 不参加了 对 但是 最后 他还是来了 而且依然淡定从容 依然坚守岗位 兢兢业也没有丝毫的携带 我觉得李博士 这三年来 不是来挑战不可能当评委 李博士是来给我们当标杆的 每一次录像结束的时候 我跟在李博士身后 看着李博士虽然高龄 但是依然挺拔的背影 我就想起那句话 父母一转身 留给你一个背影 告诉你不必追 不必追 因为你追也追不上 他们的成就太高 但不必追 我们还要追 为什么 因为只有追随着您的背影 我们才有更多挑战不可能的勇气 今天晚上大家能参加这个节目 我们能到这里来 就是一个缘分 我希望这个缘分 会远远继续下去 所以第一个wish 就是挑战不可能的节目 会继续不断地演下去 第二个愿望 就是希望祖国更强盛 尤其在海外的侨胞们 永远记住 我们有个家 有个根 在中国 我想把我特别喜欢的 那个作家Samuel的 一篇散文当中的 几句话吧 特别适合 在今天这个场合送给您 这篇散文的名字就叫青春 青春啊 不是年龄 是心境 青春啊 不是那粉色的脸颊 红色的嘴唇 柔软的膝盖 它是坚强的意志 是灰红的想象 是充沛的情感 即便到了八十岁 如果我们心灵的天线 依然愿意接收 那美好 愉悦 乐观 进取的电波 那么您将永远 青春焕发